由於地區行政是特區治理架構的組成部分 因此今次的檢討需要堅持三個原則 第一,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 全面準確,堅定不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確保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制度有效和持久落實 包括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所成立的非政權性區域諮詢組織 第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地區治理必須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上 確保特區有效管治 第三,充分體現行政主導 特區政府必須找緊地區治理的工作 培養強而有力的地區服務隊伍 全面加強地區動員能力 今次的檢討有兩個主要部份 第一,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 令到它去政治化 第二,回復在基本法第九十七條下應有的定位 第二,強化地區的治理架構 經過過去多月的努力 檢討,檢討現在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第一,我在這裡跟大家講清楚 所比較大家關心的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社會普遍是關心區議會的去留 區議會作為地區行政和諮詢的重要一部份 我認為仍然是值得保留 第二,日後區議會產生的辦法 必須符合基本法賦予的定位和職能 有多種方式 並且將保留一定的選舉成份 第三,讓愛國愛港而有志服務地區的人士 可以透過多種渠道去參與區議會的工作 第三,來界的區議會的議席數目 會與現界議席的數目相約 讓區議會有效地履行各項職能 第四,就區議會的酬金和津貼方面 可以考慮維持不變 以支持區議員履行區議會的工作 在重塑區議會的同時 特區政府亦都會強化地區治理架構 提升地區治理工作 我們會加強地區治理的領導力度和統籌力度 讓市民可以體驗到政府施政的受惠 運用好各部門的資源 去回應市民的需要 政府正是由檢討進行最後的審議 完成之後,會很快公布有關的檢討結果細節 欧米電影 請示範